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 刚刚用对坏方式 先产生一个然后再去比对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在坏外面先做一个产生乱数 变数A好了 然后进到里面之后 再去做比对 如果这个A的跟 前面的几个数字如果 一样的话这个地方当然又 再重新产生一次 然后J等于0 等于是归0之后 再重跑 所以这样子也可以 跑出完全不会重复的 一个回圈 这个是刚刚是度 先产生 再判断 这个是判断 先产生的部分是在外面 然后产生之后再把它归零 再让这个回圈继续跑 这样也可以跑出 没有重复的这个 这个值 最后再把A负语给正列里面 是最后这边再把它复以值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Decimal Format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要两位数的话 有没有 也可以利用前面讲过的 Decimal Format里面的 那格式部分 如果两位数就00就好了 500 然后呢 这边再利用这个F的物件 然后Format的方法 去把里面的这个正列的值 把它做格式化 那输出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重复了 这个 而且是两位 有没有 两位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应该基本上 应该是不会重复了 可以啦 那这个画面我等一下会提供给各位 等于是另外一种解法 那当然解法不只一种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两个FoW一圈 有没有办法 应该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再重新产生的地方 做一点动作 OK 来吧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